教堂命案5人死亡 三少年遭父親槍殺 Sacramento星期一下午發生了倫理命案 總共5人死亡 其中3名少年懷疑遭父親槍殺 兇手殺死了另一名成年人 最後自殺 目前尚未知道成年死者 是否也屬於兇手家庭的成員 慘劇發生在星期一下午5點左右 地點在Arden Arcade區域的一間教堂 3名少年死者都是15歲以下 Sacramento院警局發言人表示 所有的槍殺都是在教堂內發生 院警長Scott Jones表示 少年們的母親已經與兇手分居 並對他申請了禁止接近令 調查人員相信槍殺事件發生時 兇手在監督下與3名少年見面 而另一名遭槍殺者相信是少年的陪同者 院警以家庭暴力的方向調查此案 尚未清楚這幾名死者 是否是這間教會的成員 這個建築物位於Sacramento市中心以東 商業區附近的一個居民區 尚未清楚凶案發生時 是否有宗教活動 州長扭心感嘆到 這是美國另一宗在教堂內發生的槍殺暴力案 絕對令人心酸 天下維視記者編輯報導